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第299團 有準同學團的蔡立成 我覺得這一次日本全國大陸贏 被打進日本的小隊是一個非常難忘獨特 也是一個難忘獨特的經驗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對於個人語言能力的練習機會 包括就是跟著自己所屬的班 一起出去活動跑模組 或甚至只是去散散步換個部章 或者是說跟他們一起在營地幫忙煮飯等等的事情 都非常難忘 當然就是個人雖然日文能力有限 但他們也很親切的說 就是他們的心意同軍跟班長還有團長 也會很親切的願意放慢速度 跟用比較簡單的詞彙跟我溝通 那這點我覺得蠻感動的 我覺得最難忘的體驗終究還是離別 畢竟一個禮拜跟著這群初中高中的幾乎同年進程的日本人 也是一起生活一個禮拜 睡在一起吃也在一起玩也在一起 那一個禮拜下來也意識到說要結束 還是蠻感傷的說實話 那我們要走的前一天 我跟我的搭檔已經先去拜會了團長 拜會了他們日本的團長 就先說這一個禮拜承蒙你們照顧 很謝謝你們 那也留了紙條給他們 那他們也很好心 他們真的很熱情 就是我們要走的那天早上 那個時候時間還很早 那他們就全隊四個班 大概四十個人全部集合 然後讓我跟我搭檔站到全英前面 那就由他們我們所屬的班長出來問候我們 然後還代表全縣送我們禮物 也讓我們講了一些話 那我也當然也就是說 很感謝各位 佐賀縣的各位 這一個禮拜的照顧 陳某你們照顧 真的非常感謝他們 離別這一刻說實話 真的很捨不得 因為一個禮拜下來很捨不得 但是終究還是得這樣 那當然他們也有送我們紀念品做個流念 那聯絡方式也有交換 這個體驗非常的難得 也是 希望之後 就是有留下聯絡方式的可以保持聯絡 那 也希望之後也有類似的體驗 謝謝